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萱 这里是2018广州车展 今天是探馆日 我现在在一气风田的展台 看到了这台卡罗拉双擒一家 卡罗拉双擒大家应该很熟了吧 之前销量非常好的一台混合动力车型 那这台车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双擒的一个升级版 它是一台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 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说跟纯电动车相比的话 我更加推荐大家去买插电混动的车型 因为纯电动车还是有很多痛点是解决不了的 首先第一我觉得里程焦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买一台纯电动车你市区开开还好 但如果你开出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你就会担心没有电怎么办 它又不像加油随家随走 插电混动在这个方面就可以完全解决掉 因为它既可以充电也可以加油 随时加上就可以继续再走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现在冬天夏天 很多人开电动车 一旦续航到了比如说50%以下 你就不敢再开空调了 因为怕费电 但是像这样的插电混动车 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买车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一个长期要享受的过程 你不能买一台车跟自己较劲 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 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是 这一台车除了可以支持传统充电桩充电以外 还可以直接用家用的220伏电源去充电 这样就给很大一部分人解决了充电烦恼的问题 再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油耗问题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插电混动车型比较好的一个方面 因为它是一个最优解决方案吧 比如说你上下班是30公里来回 这已经挺多的了吧 但是像这台车它最低支持纯电动50公里的续航行驶 也就是说你上下班你就可以每天用纯电 完全不用油 这种情况是零油耗 那官方公布它整个车的综合油耗只有百公里1.3升 如果完全不充电只加油的话 那它的油耗也只有百公里4.3升 这点很多PHEV做不到 一般的车型如果刨了电只用油来开的话 那可能会比汽油车油耗要高甚至高很多 但是丰田在这个部分就把握的很好 而且这台车在纯电动行驶的情况下 车速也不慢 最快可以达到1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当然国内限速120不要超速 刚刚我在车外说的这些 基本上就是这台车解决用户痛点的一些问题 还挺点赞的 另外这台车本身整个外观内饰的样子跟卡拉双勤没有太多的区别 只是在前列有更多蓝色的标识 而且展台的这台车 目前这个蓝色是双勤一家的专属色 虽然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我觉得颜色还蛮亮的 挺适合年轻人的 内饰的样子跟卡拉双勤也几乎是一样的 我看这个后排也是很宽大平整的 这个地台几乎是全平的 坐三个人应该比较舒服 这台车的动力版本是一台1.8自锡的阿特金森循环的发动机 加上双电机还有一个带温控的电池 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其实我个人也是一台丰田系混动车型的车主 我看了一组数据说 混动市场上90%的销量都来自于丰田汽车 确实在混动市场它历史最久而口碑最好 质量也非常的不错 这台车目前还没有上市 预计会在明年三月份的时候公布价格 到时候有了价格之后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态试驾 好了今天就这样 拜拜 感谢观看